新城乡公所109年度资源回收教育训练 即表扬GU环保志工服务团队活动 在27号举行 县长徐真卫、新城乡长和李台 亲自表扬了志工们 他们共同守护新城乡的环境 让花莲美丽的山水可以永续地长存下去 县内乡表扬环保志工活动 原本定在三半年度办理 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远到8月28号盛大扩大办理 新城乡长和李台 则是相当感谢志工们的辛劳 同时来维护新城乡的美丽风景 各位都是在我们所有乡里面 每一个角落的祝福 对于乡里面的环境 清洁、整洁、付出一己之力 清洁对的人力是有限的 民力是无穷的 各位就是民力就是无穷的 我们爱自己的家园 守护这块家园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个大家庭 自己的环境除了要至少门前写以外 我们要靠各位所未有的志工 持之以恒 在我们所属的乡镇 我们的村里、社区里面 我们尽一己之力 现在徐中卫也在百分当中 抽空来到建厂表扬环保志工 除了向大家致意之外 对志工们的努力 他则是相当的肯定 这个今年是我们新城乡的大工抽了一年 而且这个工程是年头到年尾要一直不断的做 刚才李台兄也说今年我们新城乡大概有2.5亿 除了县政府还有中央 县政府以及中央 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外 这个正位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8月17号 我们争取环保署 对于我们的掩埋厂的这个整件的部分 5000万已经通过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合理台乡长鼓励一下 好不好 太棒了 县德乡今天有14个协会和志工队 长期为社区环境清扫 以及近西近滩的工作 为了就是维护花园的大门面 县德乡可以说是最极致指标性的城市 现在徐中卫 县德乡的合理台同时也感谢大家 共同为这一家乡来打拼 实现花园城市的美名 记得终于县德乡花园 这一家乡来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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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乡来打招呼